第191章 智阳灭神机 面对火焰巨师的攻击 激动只是抬起左手挡了上去 在人类之中 激动的身材算不上特别高大 更何况和火焰巨师相比了 他的手还没有火焰巨师前掌十分之一大 看上去 这是何等不对称的对比 但是 令所有精英商会强者们都瞪大了眼睛的是 火焰巨师那狂暴的一掌 却并没有将激动撕碎 而就那么被他的一只左手挡了下来 简简单单地挡了下来 扑的一声轻响 没有任何轰鸣出现 激动甚至连晃都没晃一下 火焰巨师的一只前掌 就凝固在了他左手上 再也无法前进半分 激动是人类 但是 他的力量却早已超过了人类的范畴 试问 冰雪巨龙龙血 猪雀血 藤蛇血 这三种融合入身体之后 他的力量又岂是人类所能比拟 他的肉体之强韧 力量之大 都要远超常人 火焰狂狮 虽然是力量不俗的六阶魔兽 但和真正拥有强大力量的魔兽相比 还要相差很大 哪怕是单纯的比拼力量 他也绝不是激动的对手 单手挡住火焰狂狮 这令人震惊的一幕顿时令金鹰商会一方原本嚣张 霸道的气势为之一致 但是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就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了 火焰狂狮的前掌被激动挡住 出于本能反应 这头火焰狂狮 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 体内炳火魔力完全迸发 全力以赴向激动压去 在他背上的六罐炳火天室魔喝 也没有闲着 因为顾忌激动而凝聚而成的火焰盾牌 直接当作武器当头砸下 同时手中光芒一闪 已经多了一柄长达两米 宽足有一尺的重剑 紧随盾牌之后砸了下来 直径十米范围内的空气中 都充满了狂暴的炳火元素 六罐级别强者威势尽险 激动虽然挡住了火焰狂狮的利爪 但魔喝所爆发出的实力 却依旧惊人 丝毫不逊色于当初追杀激动的那位 中土帝国禁卫总长黄黎命 可惜 他此时遇到的 已经不是当初的激动 当初面对黄黎命追杀 魔力环子还有四十几级的激动 就已经打得对手大败亏输 更何况现在 他已经将自己所有能力融会贯通 更领悟了灵魂之火的奥秘呢 在魔喝攻击完全绽放的时候 卢卡尔脸上的神色 顿时放松了几分 在他看来 双方都是六冠魔师的情况下 激动想要挡住魔喝的攻击 也必定要全力以赴才行 可惜 他脸上的微笑只是出现了一瞬间 就已经被惊恶所替代 战场上 那覆盖了直径十米范围内的所有火光 竟然全都消失了 一扫而空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只能看到没有任何魔力释放的火焰巨师 和郑高举巨剑当头斩下的魔喝 魔喝的攻击虽然不变 可此时他脸上已经充满了恐惧的神色 试问 当一名魔师在全力攻击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释放出体外 引动外界的所有魔力荡然无存 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魔喝此时的感觉只有一个 那就是恐惧 紧接着 一股无与伦比的庞大威压 骤然从激动身上迸发而出 那是最为纯粹 也是最为直接的属性压制 不论是魔喝还是火焰巨师 在这一刻 全身上下都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魔喝原本全力下斩的一剑 此时也已经变得绵软无力 上步 进掌 激动的右手正好拍在火焰巨师胸前 他这一上步 也正好闪开了魔喝的重剑攻击 火焰巨师的身体 在激动手下不再颤抖 而是完全凝固在哪里 还保持着刚才攻击激动的样子 因为 他已经中了激动一记 致阳灭神机 激动的动作依旧是那么简洁有效 一掌印上火焰巨师之后 他以左脚为轴 身体向后半转 左手正好抓在 魔喝重剑的剑刃之上 魔喝此时已经反应过来 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令他清晰感觉到了死亡正在迫近 在这种情况下 他自身的潜能顿时被完全激发出来 自身魔力虽然不能外放 但他却将自己魔力全部灌注向重剑 狠狠地一带一卷 就想将激动的手切掉 铿锵爆鸣声中 那长达两米 重量不低于200斤的重剑 就那么如同铜胶铁柱一般停在了激动手中 他那修长的左手 仿佛是天地之间力量的核心 就那么稳稳地抓在重剑之上 令其再也无法移动分毫 也就在激动抓稳重剑的同时 一声剧烈轰鸣 从魔喝身下骤然响起 从激动出手开始 到抓住重剑 其实只不过是几次眨眼的功夫而已 魔喝正在拼命夺剑的时候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好伙伴火焰巨师 却成为了带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元凶 整个火焰巨师 在一瞬间就化为了金色火球轰然爆炸 魔喝根本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他虽然看到激动轻飘飘的一掌印在了火焰狂师胸前 但也没想到那看似简单的一掌居然如此狂暴 金色火球从下而上 轰然巨像中 已经将魔喝的身体也全部包裹在内 他再也无法掌握手中的重剑 掌心一热 重剑已经一手 落入了激动掌握之中 激动向下一带剑尖 重剑的剑柄已经落入他掌握之中 反手握住 同时身体腾空两米 那两米长的重剑在空中带起一道死亡光滑 那腾空而起的澎湃火焰 就在这一剑之中化为两半 同时被分为两半的 自然还有那位炳火天使魔喝和他的坐骑火焰狂师 双方交战 不过数息时间 给人的感觉竟然只有一个 那就是简单 杀得简单 整个过程看上去 激动就像是信手拈来 毫无阻碍 挥洒自如的几个简单动作 就结束了整场战斗 甚至连一个魔技都没有施展 一个与他同级别 甚至魔力等级还要超过他的对手 就这么隐命在他手中 左手虚空一抓 一枚六阶金河和一枚六阶光明炳火精灭 都落入到激动掌握之中 他没有抬头去看卢卡尔等人的脸色 而是将目光落在手中 这柄重箭之上 重箭长达两米四 刃宽一尺二寸 箭脊厚度足有三寸 单式箭柄 就有两尺长 通体有黑 散发着浓烈的火元素波动 材质虽不算最好 但在铸造石里面 也明显融入了火属性金河的粉末 体积又这么大 也算是一件不错的魔力武器了 手提重箭 激动已经腾身而起 一层浓郁的暗红色光彩 从激动的朱雀手镯中喷吐而出 军魔阴阳凯在铿锵声中覆盖全身 当那猙獰的面具遮挡住激动的面庞时 浓烈的杀鸡已经如同水银泻地般喷洒而出 面对近两千只树的庞大敌人 他竟然就那么前冲而去 背后双翼展开 直扑精英商会为首的卢卡尔 正是摄人先摄马 秦贼先秦王 卢卡尔身边本来有十大高手 都是精英商会花费重金聘请而来 这次进入生命之森 精英商会可以说是精英进出 生命支援的价值实在太高了 不只是在东木帝国 在整个光明五行大陆上等社会中 也是有价无事的珍宝 价格极其昂贵 为了这次掠夺 精英商会可以说是准备充足 近百名摩师在七冠天师卢卡尔 带领下势如破竹般杀入生命之森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他们又怎能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 遇到极恶如仇的暴君激动呢 卢卡尔身边分明有大量高手 可当激动凌空下扑之时 他却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像是在单独面对这个敌人似的 狂放的火焰气息扑面而来 他的假木魔力几乎在一瞬间 就出现了属性压制的痛苦感受 不过 卢卡尔毕竟是七冠强者 面对强横的属性压制 他手中长矛抬起 咬指激动 一声怒吓 身下的金木魔龙 顿时释放出浓厚的假木元素 与他融合为一 长矛之上 清光迸发 背后青龙图腾闪现 卢卡尔的身体完全变成了碧绿色 进入元素体状态 凭借着假木元素体 卢卡尔这才感觉自己 承受的压力减轻了几分 不敢怠慢 魔力全力输出 手中长矛在空中直刺 一道闭光破空而出 嘹亮的龙吟声中 背后青龙图腾飘然前飞 直接依附在他刺出的这一道清光之上 直奔从天而降的激动袭来 先前激动击杀磨喝石施展的能力太过恐怖 以至于卢卡尔一上来就用出了自己得意的必杀剂 假木青龙刺 庞大的生机在空中弥漫 那清光凝聚而成的假木青龙刺上 迸发出澎湃的魔力波动 七怪魔力 已经是极其恐怖的存在 这种层面的必杀剂 足以令巴结魔兽为之胆寒 哼 一声冷哼从激动口中爆发而出 在他肩膀两侧的两个极致火元素体同时发微 各自喷发出十枚火球 这些极致火球并不是攻击向卢卡尔的 而是两两一对 飞向四周 瞬间就形成了十个极致双火球 进化后的圣火元素体和魔炎元素体 展现出强横的实力 他们这一击 虽然与激动本人相比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但挡住那些六罐魔师却是毫无问题 激动要的 就是一个单独面对假木天师卢卡尔的机会 身在半空 激动整个人瞬间完成了一个巧妙的半转身 手中重剑金光爆射 在那强烈的极致氧火作用下 这柄重剑顿时剧烈地燃烧起来 本体开始迅速融化 一轮金色的太阳 骤然出现在激动背后 映照着他那全身闪耀着乳白色光芒的身体微微奇观 近 百 千 燕阳锥 以避杀对避杀 激动没有凭借腾蛇闪去闪躲 而就那么从正面发起了强悍的攻击 暴君之威 尽显无疑 刺目的金光照亮了整个天空 在这充满生命气息的大森林中 极致阳火疯狂涌动 巨大的金色大锥 以那柄魔力武器重剑为中心 悍然而出 从激动手中脱手而去 伴随着释放燕阳锥的同时 激动闪耀着乳白色光芒的身体外 浓烈的金红色光芒凝聚 转眼间已经释放出了火焰君王体 火焰君王燕阳锥 遇上甲木天师青龙刺 结果毫无疑问 火手刻金 刺刻木 属性上甲木本来就要被丙火压制 更何况激动释放的还是极致丙火 尽管卢卡尔的魔力比激动要高出十多级 可是单是属性上的差别 已经将两人的等级差距抹去 更何况 现在的激动更是施展着融合了三大神兽的凤五龙蛇变 体内魔力之凝聚 根本就不是他所能想象的 正面面对突破六罐后的暴君 施展燕阳锥 就算是雷帝福瑞 也要谨慎对待 轰 刺目金光 宛如太阳一般在空中爆发 甲木青龙刺上附带的青龙 顿时响起阵阵悲鸣 只见那巨大的青龙刺 就那么在空中如同冰雪般消融着 终于轰然破碎 化为点点 青光消散在半空之中 而只是削弱了一半的艳阳锥 却依旧从天而降 直扑卢卡尔 刚刚施展了一个必杀技 此时正是卢卡尔就立刚去 心力卫生的时候 他已经来不及在凭借技能去抵挡了 无奈之下 卢卡尔左手一挥 一道青光释放而出 在半空中化为一面巨大的青木盾牌 挡住自己的身体 这并不是什么技能 而是他的一件魔力武器 轰鸣在想 那青木盾牌四散纷飞 燕阳锥的攻击力 何等恐怖 哪怕是经过了这青木盾牌的低挡 攻击的鱼波却依旧令卢卡尔 全身都弥漫上了一层金色 智阳智刚的气息 逼迫得他连喘息都变得困难起来 动作迟滞 只能全力催动自己的假木魔力奋力抵抗 而就在这时 一只巨大的金色拳头已经递到面前 早在释放出燕阳锥的时候 火焰君王背后就已经亮起了阳火翱翔法阵 激动的火焰君王体 带着无与伦比的气势 宛如流星陨落一般直追而来 正是烈阳式的悍然攻击 刚刚释放了必杀技的他 在魔力调动中 竟然没有半分迟滞 第192章 菊花朵朵开 魔力提升到6贯 燕阳锥的威力 他已经能够完全发挥出来 在与七贯甲木天师卢卡尔的碰撞中 不但占尽上风 而且竟然将对手全面压制 要知道卢卡尔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还借助了自己魔兽伙伴的魔力 却依旧无法与燕阳锥相抗衡 可见这火焰君王必杀技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而且发动这一击燕阳锥 对于激动本身的消耗并不是很大 因为他凭借着火魔吞噬技能 先前吸取了那火焰狂狮和魔喝的大量炳火魔力 看到那骤然放大的金色重拳 卢卡尔瞳孔顿时剧烈收缩起来 从之前激动击杀魔喝时展现出的战力 他已经判断出这个年轻人十分强悍 但却怎么也想不到 激动竟然强悍到如此程度 此时此刻就算他在迟钝也能感受出激动释放出的乃是极致火焰 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容卢卡尔多想 距离太近 他的长矛已经无法发挥攻击 在这个时候 他就展现出一名老牌强者丰富的实战经验 右手松开 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那上品魔力武器长矛 双拳同时向前轰出 体内魔力高速运转 身上的青色铠甲一阵剧烈的颤动中 浓烈的魔力瞬间迸发 竟有两条青龙图腾能量顺着双臂爆发而出 轰然巨响之中 卢卡尔身上的金色又增添了几分 就连他身下的金木魔龙也同样染上了一层金色 与他碰撞的激动 在空中略微晃动了一下 身体停顿半秒 火焰君王强力的右肩已经撞击而上 怎么可能 卢卡尔大惊失色 这一次 他是真的有些慌了 刚才 这看似简单的一击 其实 已经不是 他自己和金木魔龙的力量 他身上铠甲振动 那是因为这件铠甲的特殊性 这是他前几年才得到的一件宝物 整套铠甲 可以储存一定的甲木魔力 在与对手战斗时 只要引动铠甲 铠甲内魔力 就能附加在他的攻击上 以他七冠级别的实力 再加上突然迸发出的魔力 往往能打对手 一个措手不及 正是因为 激动那火焰君王的强悍 才逼迫着卢卡尔 不得不用出这个保命手段 双方碰撞时 他分明感觉到 对方虽然是极致双火 但他的魔力远超对手 就算不足以创伤激动 也应该能够将他震飞才对 可是 激动的身体 却只是晃动了一下 火焰君王的右拳 产生出一股强大的吸力 吸扯着两人的身体 没有分开 而激动更是像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使得 猎羊士紧接猎羊崩撞了上来 卢卡尔又哪里知道 施展了火焰君王体之后 激动的魔力 也已经相当于 接近七冠魔师的程度 而且 他那凤五龙蛇 便何等强悍 猪鹊变得防御力 龙血浸泡过的坚韧身体 再加上藤蛇化粒术的融合 卢卡尔的攻击虽强 但也在他身体晃动之间 凭借着领悟到 更深层次的藤蛇化粒术 轻松化解 这四年以来 其他的技能激动 可以说都没有练习什么 唯独这藤蛇化粒术 却没有半课停止修炼 为了吸收更多的魔力 为了减少魔力庞大 对自身的伤害 藤蛇化粒术 可以说在这四年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中 从未停止过施展 对这门技能的领悟 激动已经达到了 炉火纯青的程度 虽然不能说 与藤蛇本体相比 但也算是 藤蛇之下的第一人了 深层次的领悟 令激动对藤蛇化粒术 有了更深的理解 这门技能并不只是 被动挨打那么简单 当对手的魔力高于自己时 同样可以在直接战斗中 施展出来 卢凯尔铠甲突然增幅的魔力 确实令激动吃了一惊 但想要达到 藤蛇化粒术 无法承受的程度 还差得很远 因此 他也只是略微迟滞了一下 就已经化解了魔力冲击 猎羊三连击第二式 应声轰上 与此同时 先前两大火元素提索 释放的十个极致双火球 也分别在两人四周炸开 恐怖的火元素四散生腾 金与黑两色光芒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屏障 硬生生地将金鹰商会 其他强者全部隔绝开来 浓重的火元素 更令激动那火焰君王体 清晰地宛如实质一般眼看着 它右肩上的尖刺 就要撞击在卢卡尔的手掌之上 军魔阴阳凯乃是刺神器级的铠甲 不但防御力惊人 对激动自身魔力更有着强悍增幅 一旦火焰君王体碰触到对手 激动的身体必定可以随之冲上 只要尖刺接触到卢卡尔 那么 这场战斗也就结束了 卢卡尔怕了 他真的怕了 如此强悍的年轻人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关键时刻 他的实战经验以及架木魔力 都无法再拯救他 真正救了他的 是精英商会的财力 一道土黄色的光芒瞬间绽放 一面通体呈椭圆形 高十米 后三米的巨大土墙 硬生生地将激动与卢卡尔隔绝开来 那土墙在一刹那所爆发出的防御力 实在是太过惊人 强行挤开了激动的火焰君王体 激动的猎羊崩也正是撞击在了这土墙之上 轰然巨想中 那土墙被硬生生地撞出了一个三米高的人形 但他确实太过厚重 虽然裂纹炸开 却依旧没有破碎 卢卡尔也就是借着这短暂的时间 催动着胯下金木魔龙飞速后退 同时 他手中长矛前指 幻化出万千毛影 带着强悍的魔力直奔土墙刺去 金木魔龙后退的同时 调转身形 长达三米宛如锯锤般的尾巴 也直奔那土墙扫去 卢卡尔对时机的把握能力不可畏不强 就在他那毛影还没有落在土墙上时 土墙已经轰然炸裂 暴君的金色身影呈现 漫天灰尘四散纷飞 而卢卡尔的攻击和金木魔龙的尾巴 也就在这个时候到了 形成加工之势 从战斗开始到现在 甲木天师卢卡尔终于勉强抢回主动 卷轴 激动沉声喝道 没错 卢卡尔之所以能够扭转局面 挡住他的攻击 所凭借的 正是一张雾土戏的防御卷轴 凭借卷轴中的防御魔技 这才有了还手的机会 局面对于激动来说 顿时变得有些不利 周围极致双火球爆炸的效果已经消失 九名六贯级别的强者 各自召唤出了他们的魔兽坐骑 朝着激动围杀过来 而喘过口气的卢卡尔 也爆发出了自己与魔兽联合的强大攻击力 激动整个人都陷入到了围攻之中 烈焰一直都被对着激动的方向站在那里 尽管没有用眼睛去看 但战场上的一切却都无法逃过他的感知 此时此刻 他并没有流露出一丝紧张或者是担忧 如果面对这些敌人激动都无法冲破重围的话 那么之前的四年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 他对激动有着绝对的信心 刺目金光骤然从火焰君王身上迸发出来 只见激动双手向下虚暗 紧接着整个人就在空中旋转起来 一圈圈夺目的金光迸发 卢卡尔的攻击虽强 却怎么也无法刺入这金光范围之内 正是火焰君王之计 炎阳玄 而面对金木魔龙如同重锤般的尾巴 激动在身体旋转之中 右手透出火焰君王体 轻飘飘地按了上去 看到他那貌似轻柔的手掌 卢卡尔瞳孔顿时收缩起来 他还清晰地记得 先前正是这样的一掌 令魔喝的火焰狂狮 直接化为了一团火球 死得不能再死了 小青 快收力 魔兽毕竟没有人类的反应速度 卢卡尔的提醒还是晚了一步 激动在空中的身体 被金木魔龙的巨尾应声荡飞 斜斜地飞了出去 但也就是这短暂的瞬间 金木魔龙却凄厉地惨叫一声 接下来的一幕 更是令卢卡尔触目惊心 金木魔龙的尾巴足有四米长 尖端特别粗大 上面有着细密的角质凸起 抡起来就像是带着尖刺的锯锤 杀伤力极其强悍 可此时此刻 就从那粗大的尾端开启 剧烈的轰鸣 从内部炸起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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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声轰鸣中 都会有半米的尾巴炸碎 化为金色火焰 当最后一声轰鸣炸响时 金木魔龙的屁股上 已经燃烧起了大片的金光 正是菊花朵朵开 虽然并不致命 但这样的重创 令金木魔龙如何忍受 疯狂地怒吼声中 已经滚到在地 将卢卡尔的身体 甩入半空之中 灭神机 好一个灭神机 机动身在空中 不禁暗暗赞叹 而此时 至少有四名六贯级别的魔师 已经锁定了他的身体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由于 四个不同属性的必杀技 同时绽放 直奔机动轰击而来 虽然机动被有双翼 但此时是被震飞的 想要改变方向 或者是加速绝不容易 四人围攻 务必要将机动一击必杀 君魔阴阳凯 争宁面具上 血眸光运流转 冰冷的杀机 丝毫未变 面对四个方向 同时到来的锁定攻击 机动的身体 在半空中奇异的一扭 下一刻 他已经深化流光 闪烁到了另一个位置 腾舌闪 这能够瞬间 破去对手锁定的强悍能力 再次展现出了 他在战场上恐怖的作用 眼前这些精英商会的高手 虽然都是六贯魔师 但他们毕竟不能像 当初黑暗以目圣徒蝎子那样 释放出全方位锁定能力 彻底锁定一片区域 来限制机动 强烈的魔力 爆炸在上一刻 机动所在的位置炸开 一名攻击机动的 更金系魔师 还没来得及高兴 突然发现 一张猙獰的金属面孔 已经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左手滑过 黑色的火焰悄然席卷 右手下击 金色的手掌烙印 在魔师胯下的坐骑头顶 凭借着更深层次的腾舌闪 机动宛如瞬间转移般 出现在这名刚刚释放了 必杀技的魔师面前 扑的一声轻响 魔师胯下的魔兽 已经凝固 六阶魔兽对上六贯魔师 那是没有一点机会的 更何况是极致双火系的暴君机动 灭神机轻而易举的烙印 在了那魔兽身上 火焰带来的感觉是冰冷 更金天势 只觉得全身在寒冷中凝固 那金属面具下的血色双眸 就那么在他瞳孔中放大 下一刻 他已经失去了全部知觉 他的魔力 在中了暗月爪的情况下 根本无法再阻挡半分 黑 金 黑 金 黑 金 双色光芒六次闪耀 五声轰鸣 宛如最有节奏的旋律交替响起 暴君大魔王机动自创技 六重咒杀 双一展开 根本没有去看那已经化为灰烬的对手 又是两个必杀技级别的攻击 从机动身边掠过 在半空之中 他那闪耀着刺目火光的身体 就像是一道道充满棱角的流光 没有人能把握住他所在的方位 更没有人能逃过他的灭杀 卢卡尔只觉得 眼前一阵目眩神迷之中 已经又有三名天使 连带他们的做企画为了熊熊烈火 上百道金红色的光芒四散纷飞 先是飞入半空之中 然后再飘然落下 同时飞出的 还有数十枚黑 金双色火球 这些攻击的目标 就是卢卡尔背后的精英商会大部队 龙林闪家极致双火球 已经完全被打乱了节奏的精英商会高手们 根本来不及去阻止 这原本充满生命气息的大森林中 一片火海在轰鸣中爆发开来 无数的惨叫声 悲鸣声 此起彼伏响起 从这一刻开始 激动才真正展开了他对生命的收割 他的思想很简单 不尊重其他生命的生命 就没有再生存下去的必要 他的心宛如铁石般冰冷 之前看到森腰尸体时的怒火 在此时已经完全爆发出来 黑白双色太极图浮现在他背后 缓慢地旋转着 这太极图之中 阴阳双火凝聚法阵同时绽放 空气中没有一分火元素会被浪费 每一个技能燃烧起敌人的身体 下一刻 火元素就会被凝聚法阵重新收回 激动暂时没有 再找上卢卡尔 可是现在的卢卡尔却已经快要疯了 第193章 森腰的悲哀 恐怖的魔力在空中绽放 激动脸上流露出一丝冰冷的光运 他的身体绝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两夕时间 藤蛇闪全面开动 有的时候明明看到他是在前冲 可下一刻 他的身体却已经后移 一道道火焰流光 在半空中勾勒出一道道死亡光线 每一次一夕的停顿 都至少有一名精英商会的魔师 隐灭于激动的极致双火之下 上一次进入圣邪战场的时候 激动的藤蛇闪只能完成两闪 就凭借一己之力 另两名超过50级的黑暗圣徒毫无办法 还险些将其击杀 此时 他的魔力已经连破两重障碍 已经提升到了61级的程度 藤蛇闪在强劲魔力的支持下 已经足以完成四次闪烁 试问一名像激动这样的强者 身在空中 能够连续不断地四次改变方向 谁还能捕捉到他的身影 别说是七罐的卢卡尔 就算是一名八罐天尊级强者 也不可能做到 他们此时能做的 就只有疲于奔命去追赶 或是释放范围魔际去攻击 可是 那分散了攻击力的范围攻击 对于拥有军魔阴阳凯 凤五龙蛇变 以及藤蛇化力术的激动来说 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卢卡尔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不是没想过去攻击烈焰 可是 激动已经这么强了 和他在一起的女人实力 还能差得了 更何况 那边还有一头 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强大六阶魔兽 等在那里 一只能够令七阶魔兽 也未知胆寒的六阶魔兽 会好对付吗 要是去攻击那个女人 毫无疑问 自己首当其冲 就会受到激动最猛烈的报复 当机立断 卢卡尔狂吼一声 全军撤退 精英商会 死在激动手中的魔兽 已经超过三十人 其中六冠级别的就有六人 绝对的损失惨重 可如果再不撤退的话 谁也不知道 这个恐怖的青年 还有多少魔力 还能战斗多久 从他目前的状态来看 仿佛魔力根本就没有什么消耗似的 继续下去 或许就是全军覆没 连自己也不能活着离开这里了 精英商会的残兵败将飞速后退 虽然在激动强烈的攻击下 他们已经十分慌乱 但本身素质确实相当高 在撤退的时候 阵型也没有散乱 尤其是卢卡尔等一种模式 更是完全聚集在一起 注意力全部放在激动身上 徐徐后退 光影一闪 激动静静地停了下来 落在地面上 目送着精英商会的人 缓缓后退 刚才这一战 精英商会死伤总数 已经超过了200人 全都是在他的魔迹下陨落 略微有些喘息 激动缓缓地恢复着自己的魔力 眼中闪烁着阴晴不定的光芒 按照他的脾气 不将这些人斩杀一光 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但现在他却不得不限制自己 因为他还要保护烈焰 在他心中 没有什么比保护烈焰更加重要的事 想要将这些人杀光 对他来说并非不能 魔力提升到六贯之后 他的六贯之中 凭借阴阳火存续法阵 存有六龙 六蛇之力 凭借这储存的庞大魔力 再加上火 他足以施展出超臂杀技日月阴阳界 以日月阴阳界恐怖的威力 精英商会的人一个也不可能走得掉 可是 那样一来 激动自己就要陷入虚弱之中 也没有了后手 万一再遇到强者 他还怎么保护烈焰 所以 在思前想后之下 他还是放弃了追击的念头 任由精英商会的人离去 精英商会撤退得极为仓促 甚至连自己人的尸体 都来不及带走 再加上之前极致双火的肆虐 方圆数千平方米范围内 宛如地狱一般 两道光影从激动肩膀上飞出 正是圣火元素体和磨炎元素体 这两大元素体虽然还不能成为真正左右胜负的关键 但用来打扫战场却是毫无问题 它们身形闪烁之间 所有在燃烧着的火焰都被它们一一吸收 用来灭火再合适不过 激动走回烈焰身边 看着呆立于前的塔姆长老和一众僧妖们 略微咳嗽一声 之前发生的一切实在太快了 快到它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 从激动出手到战斗全部结束 也不过是过去了半炷香的时间而已 看着身穿军魔阴阳凯的激动 这些弱小的僧妖们 只觉得面前出现的乃是一尊魔神似的 尽管激动帮它们赶走强敌 但此时此刻 它们还是不禁流露出恐惧之色 烈焰轻柔的声音响起 你们不用害怕 我们顺道路过此处 正好见到这精英商会屠杀你祖子民 路见不平 这才出手 并无恶意 激动 我们走 一边说着 他将之前激动阶下的银链 亲自帮他拴在腰间 再拉起激动的手 朝着生命之森深处而去 想要返回中土帝国 从生命之森穿过 一直向西 可以节省大量时间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 激动决定要经过这里的重要原因 激动有些惊讶地看着烈焰 他练成灵魂之火后 两人灵魂已经相连 哪怕是不开口 也能彼此交流 灵魂波动 向烈焰问道 烈焰 我们不品尝一下生命之源了吗 一边说着 他抬手将火 召回自己身边 火也不返回朱雀手镯之中 就那么张开双翼 在激动和烈焰头顶上方翱翔 烈焰的声音 直接在激动灵魂深处响起 算了 僧妖死了那么多族人 而且正是因为生命之源 我们此时向他们表示购买 岂不是趁人之威吗 我不希望他们认为我们是邪恩图报 激动 你比以前更加成熟了 换了以前 你一定会释放出全部能力 尽可能地去斩杀精英商会的人 但今天你却没有 我知道 你是因为我的原因 但是 我希望你以后都能这样 不论有没有 我在你身边 君子不立微强之下 不论什么时候 都要给自己留下退路 除非你身边有绝对可以信任的伙伴 否则的话 不要轻易释放自己的全部能力 激动点了点头 道 我明白了 正在这时 两人身后传来森妖部落那位塔姆长老的声音 等一下 两位恩人 你们等一下 激动牵着烈焰的手回过身 同时顺手收回了自己的军魔阴阳凯 没有那猙獰面具 激动看上去压迫力要小伤很多 塔姆长老满脸羞残地带着族人们快步跑来 还没等来到激动和烈焰身边 他已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数千名僧妖顿时呼啦啦地跪了一片 长老 你这是干什么 激动赶忙上前一步 右手一脱 一股柔和的魔力将塔姆长老从地上托起 这并不是极致阳火或者是极致阴火 而是他领悟灵魂之火后 将两种火焰融合所产生的一种平和魔力 没有任何属性 无限接近于混沌的气息 这股气息还不能作为他的攻击或者防御力量来用 但也是妙用无穷 尤其是在修炼的时候能起倒是半功倍之效 塔姆长老被激动搀扶起来 身体有些颤颤巍巍的倒 两位恩人 刚才塔姆一时被悲伤蒙蔽了心窍 慢带了二位 请二位恩人一定要原谅 今日之事 如果不是二位恩人的帮助 恐怕我们部落就要毁在那些邪恶的人类手中了 如此大恩 塔姆和我们的族人必定终生不忘 还请二位恩人多留些时日 让我们略尽地主之意 激动叹息一声 道 塔姆长老 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不过贵族刚蒙此重创 等待您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 我们还是不打扰了 他日有机会 定当再来拜会 烈焰说得对 孙妖一族 刚蒙受如此重创 虽然他们帮助 孙妖解决了麻烦 可毕竟他也是人类 多留下去 并没有什么意义 倒不如尽快通过生命之森离去 塔姆长老 看激动和烈焰决心要走 急切地道 两位恩人 能否听老朽几言 激动道 长老请说 塔姆长老叹息一声 眼中充满了悲伤和痛苦 千百年来 我们孙妖一直生活在这生命之森中 是一个固不自封的民族 我们每天都在辛勤地工作着 利用自己对植物的熟悉 培育着各种植物 让生命之森变得更加美好 而我们也得到了生命女神的护佑 得以延续生存下来 我和我的数十万族人成为了这片森林的主人 最初 人类进入生命之森的时候 对我们还算友好 他们大多是来游玩的 我们森妖天性善良 好客 更不知外界的阴险狡诈 不但没有拒绝他们进入生命之森 更是甘愿当他们的向导 将生命之森的种种神奇介绍给他们 一直也算是相安无事 后来 当他们品尝了我们酿制的生命之源后 表示要购买 我们生活在这生命之森中 一切都可自给自足 并不需要金钱 于是就让他们用一些人类世界的必需品 魔兽金河来交换 一直到也相安无事 但是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到我们生命之森中淘金 就开始对我们的正常生活产生了影响 破坏着我们的环境 大概在几年前 我们森妖各个部落的首脑决定 为了避免生命之森被人类破坏 拒绝与人类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 以确保生命之森的平静 安乐 在众多人类商团被我们拒绝后 他们就露出了獠牙 今天预袭 已经不是人类攻击我们森妖的第一次 他们完全是带着毁灭性的目的而来 杀戮我们的族人 掠夺我们的生命之源 更是曾试图奴役我们 我们森妖想要成为魔师 修炼困难程度远远大于人类 我们几十万森妖 也只不过组织起一只不到二百人的魔师队伍 而且实力比起人类实在差得太多了 我们没有魔力武器 身体更是远逊于人类 短短三年时间 我们已经有超过五分之一的族人惨遭杀戮 但青涩的灼泪流淌而下 森妖长老塔姆因为激动 身体不由地颤抖起来 由身后两名健壮一些的成年森妖扶着 才能站稳身形 激动眉头微皱 他对森妖的遭遇十分同情 可是 这一个族群的危机 要如何解决 塔姆长老剧烈地喘息几声 两位恩人 我看得出 你们都是有大能力的人类 更加关键的是 你们和那些卑鄙的家伙不同 你们有着金子般的心 无私地帮助了我们 拯救我部落于水火之中 老朽有一个不情之情 希望两位恩人能够答应 激动到 长老有话请讲 塔姆长老道 我们森妖一族 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刚才恩人您所展现的实力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您凭借一己之力 就能够击溃 精英商会如此强大的势力 我想要代表我们 森妖一族雇佣二位 护佑我们一族 保护我们不受到 那些卑鄙人类的伤害 听了塔姆长老的话 激动不禁微微一愣 摇了摇头 道 对不起 塔姆长老 我恐怕不能答应您 对于贵族的遭遇 我也十分同情 可是 我也有着许多自己的事情要做 不可能一直停留在生命之森 所以 很抱歉 我无能为力 他有着太多的事情要做 先不说 他希望能够与烈焰游历大陆 一年后的圣邪之战 他就是飞去不可 一听 激动拒绝 塔姆长老敢忙急道 恩人 我们森妖一族 虽然历代在这生命之森中 但这些年以来 与人类做生意 也有了不小的积蓄 我们愿意出高架来请您保护我们 求求您了 如果您不肯帮助的话 恐怕用不了多久 我们整个族群都将 第194章 森妖不落 面对塔姆长老的恳求 激动也不禁皱起眉头 他当然不是不想帮助这些森妖 可是 究竟要如何才能帮到他们呢 看激动沉吟 塔姆长老以为 他在犹豫不决 敢忙继续道 恩人 只要您肯留下 我们愿意用族中所有的积蓄 来换取您的庇佑 不论多少钱或者资源 我们都愿意出 激动摇了摇头 道 塔姆长老 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实在是有很多事要去处理 不可能一直停留在这里保护你们 你们想要雇佣强者 保护自己的心情 我能理解 但是 这却不是长久之计 一旦你们所托非人 恐怕结局会更加凄惨 听了激动的话 塔姆长老不禁黯然地低下了头 悲欺地道 难道 我们森妖一族 真的要就此而决吗 正在这时 之前一直没有开口的烈焰突然道 塔姆长老 为了族群的安全 你们可愿迁徙 激动一愣 向烈焰道 你是要让他们迁徙到地心去吗 烈焰摇了摇头 目光透过面纱看向塔姆长老 等待他的回答 塔姆长老犹豫不决地道 我们森妖一族一直都生活在生命之森 这里是我们的家 也是生命女神眷顾我们的地方 如果离开我们自己的家园 恐怕 烈焰轻叹一声 塔姆长老 进入这片生命之森后 我就能感受到你们森妖对于这片大森林的作用 你们虽然没有强大的力量 却有着对植物与生俱来的天赋 你们凭借自己的力量 能够更好地培育各种植物 帮助他们繁衍生息 这也是为什么生命之森能够如此茂盛 充满了生命力的原因 但是 你想过没有 为什么你们会面对如此危机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因为你们太弱小了 你们的能力只是照顾森林 却并没有保护森林的力量 你们需要的 并不是聘请强者来保护你们 而是能够找到真正可以庇佑你们的强大盟友 这盟友不应该是人类 而是魔兽 简单来说 如果在这生命之森中有大量的魔兽存在 难道那些商会还能派遣大军来对付你们吗 魔兽 塔姆愣了一下 可是 魔兽比人类更加凶猛 他们没有人类的智慧 会把我们当成食物的 烈焰摇了摇头 道 当你们能够与至少一个族群的魔兽 达成共生的条件 他们又怎么会伤害你们 因此 想要让森妖一族继续繁衍生息 那么 你们就必须要换一个家园 只有这样 才有生存下来的可能 这是天然的保护 激动眼中 灵光一闪 他已经大概捕捉到了烈焰的意思 心念电传 向烈焰道 你说的是地灵山脉 烈焰微笑汗手 那里有着众多强大的魔兽 而且 以你的关系 自然能够帮助到他们 如果森妖愿意 我觉得我们应该帮他们这个忙 虽然他们要离开这片生命之森 但是 用不了多少年 他们就能够将地灵山脉 转变为另一片生命之森 激动点了点头 烈焰说的 确实是个可行办法 以他和丙火神兽朱雀的关系 让这些森妖到地灵山脉去生存 应该没什么问题 朱雀作为地灵山脉中的最强者 他一声令下 谁敢动森妖 更何况 这些森妖如果到了地灵山脉繁衍生息 培育各种植物 对于那里的魔兽来说 只有好处 在朱雀的威慑和利益共生的情况下 森妖一族是很可能在那里 安稳生存下来的 激动转向塔姆长老 长老 我们的建议您也听到了 这对于森妖一族来说 是个一劳永逸的做法 如果您信得过我 我愿意帮你们这个忙 引领你们到中土帝国的地灵山脉去 那里有着强大的魔兽 我与那里的魔兽之王有一定的交情 安排你们进住那里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这个塔姆犹豫了 看着激动和烈焰 目光闪烁不定 轻轻地摇了摇头 道 两位恩人 这件事是关重大 不是我能够做主的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立刻申请召开森妖长老会 讨论这件事 我知道两位恩人 都是为了我们森妖一族着想 可此事牵扯到我们森妖一族千百年来的繁衍之地 关系重大呀 激动点了点头 道 长老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 既然如此 我们就在这里多留几天 等您的消息 塔姆心事重重地点了点头 激动和烈焰的提议 从理论上来看是可行的 但这却涉及到整个森妖族群的生死存亡 他心中同样在纠结 不时偷眼 看向激动和烈焰二人 眼中流露着犹豫的光芒 这些年 他们受到人类的迫害实在太厉害了 就算是激动和烈焰刚刚拯救了他们部落 他也不可能完全信任这两个外来人 塔姆长老的目光 激动自然也感受到了 但他心中无鬼 坦然一对 卡勒姆 你带两位恩人到我们部落中休息 拜纳姆 你和我一起去召集各位长老开会商讨 两名健壮的森妖赶忙答应一声 其中一人引着激动和烈焰 向生命之森内部走去 两个火元素体同时回到激动身边 他们的身体已经又胀大了一圈 依旧在不断吸收着空气中的魔力元素 激动是他们的主人 他们本身气息更是完全受到激动的控制 因此是不能离开激动一定范围的 距离激动越近 他们吸收魔力的速度也就越快 空气中的血腥味渐渐淡去 进入生命之森内部 各种奇花异草 纷纷呈现在激动和烈焰眼前 在这茂密的大森林中 各种植物生长得井井有条 无不是枝繁叶茂 可见森妖对于达里森林是多么在行了 一些外界也能看到的水果 在这里体积就要大得多 更是充斥着外面所没有的生命气息 毫无疑问 这里是最好的养生之地 森妖卡勒姆在前面带路 时间不长 激动耳中就听到了从从水声 在这山林之间 竟然有一条小溪流淌而过 溪水清澈没有半分杂质 即使用眼睛去看 似乎也能感受到其中的清甜味道 就在这小溪两侧一株株大树上 藤蔓环绕 遮天蔽日 只有一些细微的阳光 才能透过枝叶 藤蔓落在地面上 湿润而清新的空气 带着浓浓的植物清香和生命气息 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愉悦感 卡勒姆十分恭敬地道 两位恩人 这里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我们就住在上面 二位恩人不嫌弃的话 就先在这里住下吧 激动有些惊讶地道 以藤蔓为基础的树屋吗 他早就看出这里的树木十分怪异 枝干不是很高 但枝条却极为茂密 两位恩人 请跟我来一边说着 卡勒姆已经顺着旁边 一株大树爬了上去 激动拉着烈焰的手藤身而起 直接从缝隙处钻入到树冠之中 与周围的大树相比 这个树冠更为茂盛 内部空间竟是椭圆形的 完全由手臂粗细的藤蔓和粗壮的枝条组成 除了他们进来那个地方的空隙以外 只有一些极为细微的空隙 能够看到外面 树屋内不但空气更加清新 就连生命力也比外界更加浓郁一些 树屋内的布置十分简单 只有一张用巨大芭蕉叶铺成的床 卡勒姆做出一个情的手势 两位恩人请先休息 我去取些水果来款待二位 激动向他微微点头 多谢了 卡勒姆惶恐地道 恩人千万不要这么说 没有恩人 可能我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 一边说着 他已经快速退下了树屋 烈焰有些兴奋地摘下头上斗笠 在树屋上轻轻地挑了挑 笑道 还是外面的世界好啊 到处都充满了神奇 这树屋竟是天然形成的 混沌创造之力真是神奇 此时的他 就像是一个看到了奇异世界的好奇少女 哪还有一点地心世界统治者的威严样子 看到烈焰的笑容 对于激动来说就是最大的满足 微微一笑 道 你喜欢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 烈焰脱掉鞋子 走到那扑的厚厚的芭蕉叶上 直接躺了下去 双手枕在脑后 看着树屋顶端 这里真的很舒服 孙腰的生活简单而单纯 与我在地心世界也差不多 只是 这里的一切终究要比地心世界丰富得多了 跟你出来以后 我都不想再回地心世界 上一次我来到外面的世界之中 只是自己一个人到处走走 看到了许多表面的东西 和你们人类的一些尔虞我诈 现在有你在身边 感觉似乎完全变了 似乎看到的每一样事物都那么鲜活 充满了吸引力 激动 谢谢你 我现在很开心 激动微笑道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我从来都没有好好看过这个世界 现在终于有时间 更有你相伴 对我来说 这就像是神仙一般的生活 烈焰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 你错了 神的生活未必是完美的 你说的先又是什么 啊 先可以说是神的另一种称号吧 激动有些无奈地说道 他总不能告诉烈焰 自己是从另一个世界而来 时间不长 卡勒姆已经背着一个藤条编织的小筐 爬了上来 放下小筐 他从里面先取出一片盘子大小的叶子 铺在鸡栋和烈焰面前 然后再从小筐中取出十余梅 各种各样的水果摆在叶子上 这些水果都还带着晶莹的水珠 显然是刚刚才摘下洗干净 就送了过来 十余梅水果竟然没有一枚是相同的 各种各样 有的晶莹剔透如同红宝石 有的乳白椭圆像是煮熟的鸡蛋 因为摘下后一天就会因为没有浓郁生命力的保护而腐坏 所以在生命之森外是吃不到的 刚说到这里 他的目光突然呆滞了 定定地注视着烈焰 张大了嘴 之前在刚爬上树屋的时候 他的心神都放在摆放水果上 此时抬起头 才看到摘下了面纱的烈焰 他的目光完全凝固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好笑的是 他口中那淡青色的舌头竟然在一下下地抽动着 激动略微有些不满地咳嗽一声 虽然他很能理解卡勒姆此时的心境 但自己心中的女神被人这么直勾勾地注视 他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 哎 哎 赞美生命女神 天啊 您是生命女神降临吗 卡勒姆身为森妖中的一员 能够用来形容的词汇实在匮乏 烈焰的荣光 已经令这位森妖陷入了一种难以形容的震撼之中 没有半分的亵渎 完全是发自内心对于美的欣赏 烈焰微微一笑 宛如万花盛放 这树屋之中仿佛都在他的笑容中亮了起来似的 他这一笑可不要紧 扑的一声 两行鼻血从卡勒姆鼻子中狂飙而出 幸好激动反应快 扯起一片树叶挡住了鲜血 对不起 对不起 卡勒姆慌忙低下头 他实在不敢再去看烈焰了 转身就向树屋下爬去 谁知道手脚发软 扑通一声坠落而下 幸好 树屋下有着众多草木 卡勒姆一翻身 从地上爬起来 口中还在喃喃地念叨着 赞美生命女神 赞美生命女神 天哪 我看到了什么 在激动木凳口呆的注视下 这位僧妖连滚带爬地走了 烈焰轻抚自己的面旁 再看看激动 轻声道 我们一定要帮帮这些僧妖 他们真是单纯的可爱 如此单纯热爱自然生命的种族 绝不应该就此而绝 第195章 魔技卷轴制作基础 听着烈焰的话 激动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先吃点水果 我会尽量去收服那些僧妖的 烈焰看向那些极为新鲜的各色水果 轻声道 激动 我想品尝每一种水果 可以吗 激动点头道 当然可以 你都吃了 只要烈焰喜欢 他少吃点东西 算得了什么 但是 很快他就意识到 自己会错了意 烈焰拿起一枚水果 在口中轻咬 一小块果肉 伴随着清香之叶 流入他那红唇之中 看着那鲜嫩的唇瓣 洁白的背齿 激动不禁有些呆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烈焰却将他咬了一口的水果 递到了激动面前 他 他是要和我一起 吃这些水果 激动呆了呆 但他很快反应过来 赶忙将那枚 被烈焰咬了一口的水果 接了过来 毫不犹豫地送入自己口中 水果的味道 他根本就顾不上去体会 异样的感觉却已经充满心中 那可是烈焰咬过的水果呀 不知不觉中 激动发现 自己和烈焰之间的关系 似乎又渗了一步 看着激动那傻乎乎的样子 烈焰忍不住扑吃一笑 翘脸飞起两抹红韵 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他这才又拿起第二枚水果 和先前一样 只是轻咬一口品尝之后 就递给了激动 什么是幸福 雪中送炭是幸福 饿极了有人送一碗肉汤 到面前是幸福 腹痛如脚时看到茅厕是幸福 而对于激动来说 就像现在这样 吃着自己心中女神咬过的水果 就是他最大的幸福 宁密的树屋之中 两人就这么静静地吃着 一会儿功夫 十几枚水果已经全部吃光 其中大半倒是进了激动的肚子 可惜 这家伙实在是有些暴殿天物 根本就没吃出什么味道 他的心神都在烈焰那轻动的红唇 背齿之上 傻瓜 看什么 烈焰微称道 激动嘿嘿一笑 永远这么看下去 也看不够 不论什么时候看到你 给我的感觉都是那么惊艳 烈焰扑吃一笑 几年以前你还只是个小孩子 几年以后却已经会和我说这种话了 看来我的小激动真的长大了 激动有些不满的挺起坚实的胸膛 我很小吗 烈焰轻笑道 好 你不小 行了 激动 今天你和精英商会那些人战斗的时候 那名七冠甲木魔师所释放的技能你还有印象 激动点了点头 道 当然有 如果他不是及时释放出一张卷轴防御 根本不可能挡得住我的连环进攻 烈焰脸上笑容收敛 点了点头 道 我要跟你说的 就是关于魔际卷轴的问题 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 哪怕是神也是如此 魔际卷轴可以说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 就像你的阴阳双火存续法阵 可以令你的阴阳免内储存庞大的魔力 在必要的时候 甚至可以辅助你释放出日月阴阳界那样的超臂杀技 但是 哪怕你的魔力达到九冠级别 所能储存的魔力也依旧是有限的 我觉得 你现在应该开始学习制作魔际卷轴的方法了 激动心中一动 你要教我制作魔际卷轴 烈焰摇了摇头 道 魔际卷轴对我来说是没用的 我也不会制作 还记得腾蛇给你的那本书吗 那就是制作魔际卷轴的基本方法 上面的文字是上古记载 我能认得出 你把书拿出来 激动 赶忙将腾蛇给他的那本书拿了出来 这本书并不后 前面十页 记载着实际魔力的一些奇异图案和文字注解 最后几页则是一些什么东西的制作方法 烈焰将书接过来 道 这本书是制作魔际卷轴的基础 对于任何一位魔师来说 制作魔际卷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根据我的记忆 你们人类魔师在制造魔际卷轴时 失败的可能性至少超过90% 制造越强力的魔际卷轴 失败的几率也就越大 腾蛇给你的这本书 前面十页 是分别记载十系魔际卷轴的方法 最后三页 则是分别记载着卷轴纸张的制作方法 分为命中计 必杀计和超必杀计三种媒介纸 其材料要求自然也有很大差别 激动疑惑地问道 魔际卷轴既然制作如此困难 为什么每一系的魔际卷轴制作方法 就只有一页纸呢 烈焰道 所以我说它是基础的制作方法 每一名魔师在制作魔际卷轴的时候 都不可能天马星空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它们只能将自己所擅长的魔际烙印在卷轴之中成型 想要制作出组合魔际的卷轴 就要多名各系魔师同时制作才有成功的可能 但成功几率就要更低了 而这本书上记载的就是将各系魔际烙印在卷轴上的方法 我大概看了看 其烙印的方式和原理 就是你那五行法阵中的存续法阵 只是略微改动了一下而已 读懂这本书 只要是魔师 又有着强大的财力支持 通过长时间的试验 一定有机会制造出魔际卷轴的 激动疑惑地道 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 为什么 不就是弄一些卷轴专用的纸张就可以了吗 烈焰摇摇头 道 你以为制作魔际卷轴的专用纸张那么好弄吗 没那么容易的 这些纸张的要求极高 最基础的命中记卷轴专用纸 每一张都需要一枚魔际同属性的三阶晶盒 混合十余种其他珍贵材料来进行制作 而制作必杀技所需要的专用纸 更是需要三枚六阶魔兽精盒作为基础 而且还要是同一种魔兽的 才不会引起冲突 至于制作超臂杀技的专用纸 那就需要十阶魔兽精盒为基础 才能开始制造了 你想想 制作这些卷轴的成功率不足10% 单是浪费的材料就要有多少 制作卷轴 以你目前的实力来看 普通的命中记 根本就无法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唯有必杀技才可以帮到你 你所拥有的又是极致魔力 在制作专用纸时 所消耗的材料要是普通专用纸的三倍 而我所说的10%成功率 指的是你能够熟练制作以后 在这之前的试验过程 你又要消耗不知道多少专用纸 才能熟练制作 烈焰的话令机动听得目瞪口呆 半晌后才无奈得到 果然是需要庞大的财力 才有可能支撑 按照你这么一说 想要培养出一名魔际卷轴制作师 需要的财力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而且制造出来的卷轴 还指不定怎么样 难怪魔际卷轴的制作方法会失传了 就算不失传 当今天下能够有能力和财力 进行卷轴研究的 恐怕也只有各国皇室 和那些巨型商会了 既然这卷轴制作如此困难 我还是算了 有研究它和浪费材料的时间 精力 我还不如多加修炼 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实力 烈焰微笑摇头 道 不 我希望你能够在这方面努力 只要你能拥有足够数量的魔际卷轴 那么 就算是遇到你们人类中的至尊强者 也能有自保之力了 激动疑惑的道 可是你不刚说了 想要制作魔际卷轴极为困难吗 烈焰道 我希望你在这方面能够走出自己的路 因为你有着许多普通魔师所不具备的优势 通过灵魂之火 你能够完全让自己的极致双火阴阳平衡 在控制的时候将自身魔际输出 转化为卷轴就要容易得多 混沌的本意就是创造 制作卷轴也是一种创造 有混沌作为根本 你的成功率会比普通魔师高得多 这还不是关键所在 最为重要的是 你在制作魔际卷轴的时候 是不需要那些专用魔际卷轴纸张的 因此你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也自然就要小得多 没有专用魔际卷轴制作纸 怎么制作卷轴 听了烈焰的话 激动不禁微微发愣 烈焰微微一笑 只是一种媒介 因为它容易与各种材料结合 形成承载魔力的载体 所以才被应用于制作魔际卷轴 但是 纸却绝非唯一的媒介 你有着得天独厚的能力 为什么一定要用纸呢 换一种媒介 你在制作卷轴时 就将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激动眉头微皱 道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烈焰微笑道 我说的是酒 以酒作为媒介 来制作卷轴 酒 听了烈焰的话 激动不禁大吃一惊 酒怎么可能用来制作卷轴 酒是液体啊 烈焰道 液体也可以有容器 酒本身就是活属性和水属性的融合 它本身也可以是一种载体 只要你将精和粉末融入其中 就有了制作卷轴的可能 以你的调酒能力 在调酒的过程中 将魔际注入到酒液里 从理论上来说 完全有可能成就 这以酒为根本的卷轴 这项能力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我以前也见过其他调酒师 但他们却没有一个能够像你那样 将自己的情绪完全融入到酒之中 你现在虽然是一名阴阳魔师 但我却感觉得到 在你的骨子里 你真正的职业依旧是调酒师 哪怕是在释放魔际的时候 你也不会全情投入 唯有调酒之时 才是真正的你 你了解每一种酒的特性 和它们的情绪 自然也能够去了解 它们与什么样的魔力 最容易相合 我相信 只要给你一段时间 你一定能够成功的 现在对你来说 最重要的是 要找到什么样的酒 能够承载你的极致双火魔力 一旦找到 我相信 你在制作魔际酒的时候 成功率将无限接近于百分之百 激动眼中光芒闪烁 整个人已经陷入到沉思之中 烈焰虽然并没有教他该怎样去做 但却又为他开启了一扇大门 从认识烈焰到现在 已经有九年时间了 烈焰说得对 尽管他一直在苦修 也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阴阳魔师 可是在他的骨子里 前世三十多年的生活 又怎能淡忘 他依旧是当初的酒神里解冻 依旧充满了对酒的执着 他在能见到烈焰的时候 每天都为他调酒 又何尝不是对酒的怀念和体悟呢 在激动的世界里 从来就没有忘记过酒 永远也不会忘记 如果真的能够将酒与阴阳魔师的技能 融合在一起 那么激动会发自内心地感到快乐 他是酒神 更愿意成为一名前所未有的酒魔师 看到激动陷入沉思之中 烈焰并没有去打扰他 只是默默地坐在一旁 重新戴上斗笠 陪伴在他身边 在这种时候 除非有人在调酒方面更胜激动 否则就没有人能帮得了他 所有的一切 都必须要依靠他自己来领悟 当一个人精神极为专注的时候 时间往往过得很快 激动对外界的一切已经没有了感觉 完全沉浸在酒与魔际的玄妙世界之中 偶尔他会从自己的朱雀手镯中 取出各种各样的酒液 尝试着将自己的魔力与酒液进行融合 当两天的时间过去后 整个树屋之中 已经充满了浓郁的酒香 和大量破损的酒瓶、器皿 而激动却依旧在如痴如醉地思考着 烈焰知道 激动已经渐渐摸到了门路 他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 就证明自己的预想是可能实现的 激动拥有五行法阵 混沌之火 酒神的调酒能力 如果连他都无法做到的话 那么 就永远也不会有人 能够成为一名酒魔师 与昂贵的各种材料相比 酒毫无疑问要廉价得多 更何况 烈焰所判断的魔际酒 制作成功率更是高的恐怖 一旦激动真的成功了 只需要通过贩卖一些魔际酒 他就能得到几乎无尽的财力支持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商会 任何一个贵族 都不会嫌魔际卷轴少的 第三天 清晨 一大早 卡勒姆就从下面爬了上来 两位恩人 长老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一下 房间 突然解散 不吝点赞 启点赞 启点赞